有意和郭亮 好的 谢谢丽婷 新加坡的乒乓国手冯天威 两天前在印度摘普尔举行的 亚洲杯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呢 打败了三届的冠军中国的 刘诗文勇夺冠军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获得 亚洲杯乒乓球女单冠军 我们现在马上越洋访问 目前人在德国布莱美的冯天威 天威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非常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比赛的冠军 天威 你现在在布莱美 你刚刚是在 现在我知道那边的时间 应该十一点多是吗 对 差不多快十二点了吧 十二点了 中午的时间 十二点多一点 你正在训练吗 还是已经在用午餐呢 我刚刚训练结束 刚刚练完 刚刚练完 还是很辛苦哦 是 我们知道你这是 因为这是第一次 你拿下了亚洲杯乒乓球女单的冠军 而这个对手 其实之前你面对过他 三次都是给他占了先机 那这次在跟他对赛之前 你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说实话 这次跟他打 我打之前我也没有很多的把握 因为在 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了 而且是在两年前 在一个 好像是在科威特公开赛上 我两个也是决赛 当然我一直是输给了他们 所以说这次 我也没有 有太多的把握 就是不想 这场时候我会赢还是会输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自己 水平发挥出来 去做到最好的自己 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的这种感觉 是的 那么我们知道整个比赛的过程 其实是蛮焦灼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否觉得非常的艰难 是 因为过程当中 我也有过领先的时候 也有过落后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无论领先还是落后 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起伏的 领先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着急 还是想赢下来 或者落后的时候 有一点心理 有一点慌 所以就是说 一直在控制心理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说运动员不但是体力 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 在这时候教练有没有说什么呢 教练还是鼓励我要坚定 因为跟中国队打的战绩 毕竟是胜少不多 所以说就很怕容易出现在这个时候 会出现自己不够自信的这种情况 所以还是鼓励我要自信一点 对的 刚才天文有提到中国队 也就是说这次拿下来冠军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一旦成为冠军之后 你的整个打法或者这个球路 都会成为各国或者高手的一个 研究对象 对吧 这方面你有什么心理准备吗 对对对 因为这次亚洲杯也是 所有参赛国 就所有比赛当中 应该算是比较强的一个比赛 因为是亚洲的所有 每个国家的前两名选手参赛 前两号选手 所以这次我比较意外吧 拿到了冠军 当然大家对我的重视和研究 就更要投入的更要多了 所以后面还有世界领标赛 包括明年的报应会 所以说对我的这种挑战 要是会更大更多 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 重新启程 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终点 还是要当成一个起点来做 好好 那么您现在在德国的 这个主要的备训 目的是什么呢 德国这一战是公开赛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 有一些积分上的一些策略 包括为了明年的奥运会 要抢一些积分 所以这一战主要的目的是 多打一些积分回来 好也非常的希望说 你这次也一切胜利 祝福你 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 我现在先稍坐休息 稍后带给您更多的内容 包括在市面上 你知道吗 有些清洁剂 有没有想过 它是否会对人体有害呢 我们能安心使用吗 比如说这个苏打粉 醋